对于胶片的忠实拥顿而言 胶片的色彩和质感是一种难以解除的影 胶片所呈现的画面如此灵动 仿佛让光影与时间有了厚度 细腻鲜活的画面 独特的色彩 耐人寻味的质感 以及门龙的光韵 甚至是那不断跃动的银颜颗粒 无一不透露着其致命的吸引力 胶片为影像增添的各种风味 第一眼就足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就像咖啡 在喝之前 我们就能闻到那富裕而独特的浓香 巧克力 坚果 又或者酒香 不同产地 不同处理方式 烘烤温度和时间 都影响着最后成品的风味 正如不同胶片 有着不同的颜色特征 越是深入研究 便越着迷 相对的 数码相机方便快捷 拍摄的画面 足够清晰 却也逐渐显得平庸 不够优雅 不够独特 不够上语 有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呢 我反复调整后期软件中的参数 寻找各种模拟胶片的Large 试图在这个数码时代再次寻觅 心目中那芬芳而浓郁的味道 但是一切努力都落着在一种恐慌当中 我所做的模仿 真的就是胶片本身的味道吗 这些基于主观感受 模仿出了颜色 也许并非是胶片的颜色 而是在长时间的对比之后 产生的一丝抓住了胶片韵味的感觉 这种韵味并非建立在可靠的科学的转换方式之上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这是我作为一个胶片爱好者 实在难以去实现的 但是世界上有那么一群人 他们对胶片有着热情 花费多年 科学的制作出了插件 他们可以模拟超过50款的胶片 他就是Dihenser 中文字幕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我们频道也将会从中收到一部分利润 这将对我们的长期发展有很大帮助 除了电脑上的软件插件外 Dihenser还推出了iOS的应用程序 主要功能和电脑版本的插件几乎一样 可以把手机拍摄的视频或者照片 转换成多种胶片对应的质感和颜色 除了iPhone之外还提供有iPad版本 方便创作者在大屏幕上进行后期调色 有苹果设备的小伙伴们也可以下载试用 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演示一下Dihenser的主要功能和使用方法 Dihenser在不同软件中的操作几乎都是一样的 今天我们就来以达芬奇为例来进行演示 在达芬奇的调色模块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特效模块中找到Dihenser Pro 然后我们把它拉到我们想要应用的色彩节点上 这样的话Dihenser就应用上去了 Dihenser其实是支持多种色彩管理方式的 比如SS或者达芬奇用的Wide Gamut 此外Dihenser针对很多现在流行的相机型号 制作了对应的相机配置文件 比如各种Law格式 可以通过Dihenser进行色彩转换到正确的颜色 使用相机配置文件的时候 需要确保时间线在RAC709的设置上 比如说在今天演示中 我将会使用相机配置文件来进行色彩管理 在Input & Source选项中 我们可以看到RAC709、2020 还有SS或者Wide Gamut 那么我们今天选项就选的是相机配置文件 所以选的CAMERA 然后我会选择我使用的这个片段的相机 截取Wide 然后会选择对应的格式VLog Air 第二个格式 在这个导入的选项里 我们可以看到有调整曝光 色温 以及去色边等等选项 达芬奇也有很多像曝光 色温这样的选项 那么我们应该用哪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Dihenser这里的选项 其实在很多时候散发会更好一些 但是这也不是绝对的 大家应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 用达芬奇内置的工具 调整这些基础参数 还是说用Dihenser的Input里面的工具去调整 那么接下来就要介绍到Dihenser的重头戏了 就是这个胶片模拟的选项 我们可以看到在FILM的选项里 有很多的胶片预设 我们都可以进行选择 目前Dihenser已经支持了非常多的彩色 或者黑白的胶片模拟 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去寻找一款自己喜欢的胶片颜色 这里我就选择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 Kodak V3的这样一个颜色 我们还能看到这里有个Push and Pull的选项 这个选项的话就是破充和减充的模拟 Dihenser在每一款胶片 都进行了破充和减充的采样 所以它每一个胶片最起码有三种采样模型 一种就是没有减充和没有破充的模型 还有一种就是减充模型 还有一种是破充模型 这样一来每一个胶片的减充和破充的模型 都是不一样的 而不是所有的胶片使用一个通用的破充 或者简称模型 那么我们来实际看一下效果 先来看一下减两档曝光 或者加两档曝光的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 减充或者破充这种胶片冲洗时的技术 不会影响到整体画面的曝光度 但是会影响到整体的影调色彩 减充和破充这种独特的影调 可以说是胶片的一种特色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expand的选项 当我们调整完想要模拟的胶片后 Behancer建议我们立刻进行expand调整 expand简单来说就是调整画面的黑点和白点 是其符合时间线的色彩标准 同时也需要防止画面信息被不合理的切割 在后续的调整中 通常也会需要再来调整几次这个选项 同时这个选项 对于整体画面的对比度有着非常大的影响 这里我也进行一个简单的调整 把暗部和亮部都稍微扩展一点 当然如果你觉得调整后的画面保和度过高的话 也可以在Color Mood里面选择Luma 这样的话画面只会改变其明度 而不会去改变它的保和度 现在让我们回头看一下刚刚跳过的设置 Film Developer 这个设置是模拟胶片在显影过程中 药水温度时间等对胶片画面的影响 简单的理解的话 就是一些独有的算法去模拟真实胶片冲洗过程中的化学变化 比如这个对比度的选项 就是模拟胶片冲洗时的药水的温度和浓度不同 造成的画面对比度的增加或者减少 这些设置将更好的帮助用户获得更有胶片感的画面 这里我将会对现在的画面进行一些微微的调整 使其更符合我心目中所想要的一个结果 Dehancer坚持对副片胶片进行光学印刷采样 而不是用扫描仪来进行采样 这样一来可以从源头解决扫描仪对胶片采样不精准的问题 光学印刷的一种方式是采用相纸 另一种方式是采用拷贝片 Dehancer使用可靠的暗房和采样技术对副片印刷出的相纸进行采样 当选择linear的时候相当于纯粹的去还原上一个设置中选择的胶片色彩 Cineum Film Log将会模拟出Cineum Film Scan Format 这种格式和我们一般拍摄的log是类似的 和一般拍摄的log是一样 出来的色彩并不是直接用来呈现作品的 画面饱和度会显得很低 一般会用它来做特殊的用途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格式的作用 就不要去选这个选项 Kodak 2383 Print Film和Fujifilm 3513 Print Film 都是比较常用的选项 将会模拟使用电影转映片转映的结果 理论上色彩会更接近于胶片电影的颜色 最后Kodak Glossy Paper将会模拟印刷 在科达耐久相纸上的颜色 也是一般我们使用时的不错的选择 可以想象成Film的选择是一个胶片滤镜 而Film Printing是在此基础上再加的一个滤镜 用来模拟胶片进一步转化为相纸 或者拷贝片的颜色变化 那么在这里呢 我就要选择Kodak 2383这个选项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些在Print时的选项 比如说调整白点 或者说是调整这个曝光 对比度 还有一个是Color Density的选项 类似于饱和度 但是它这个选项和饱和度是有区别的 它会使暗部的饱和度变得比较高 更有一种胶片电影的感觉 这和达芬奇内置的提高饱和度是完全不一样的算法 最后一个选项呢就是整体的饱和度选项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试播器的高光部分有一些溢出啊 那么正好有个选项呢 其实可以改善这样一个情况 那就是Film Compression 我们都知道数码相机的感光元件呢 是线性感光的 而胶片的感光呢是非线性的 在高光部分呢 胶片并没有数码那么敏感 Film Printing呢就是用了压缩图像高光部分的 使得画面的亮度分布呢更符合胶片的感觉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启用 我们可以看到在默认的设置下呢 图像的高光部分呢就被压缩了 现在呢我们稍微对它进行一个调整 让我们来看一下Colorhead模块 CMI Colorhead模拟的是照片放大器上的颜色校正工具 可以对颜色进行偏移校正 而Printing也就是这一部分的调整 是模拟电影中胶片型号本身不具有的颜色特征 从而达到表达氛围等创造性目的的 这里呢迪汉色也是利用了特殊的算法 模拟了现实中对胶片的这一种特色的处理方法 那么我们就来演示一下这些参数对图片有的怎样的影响 我们先进行启用 然后我们来滑动一下滑块看一下这些颜色的区别 我们再来看一下Printing的效果 合理的使用这项工具呢 将可以给画面带来一些氛围感 比如我在中间调这里 把它移到偏蓝一点的颜色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画面开始出现了一种 阴冷的感觉 这就给整个画面添加了一些氛围感 下面呢就是PM Green 也就是胶片颗粒 这个选项呢非常的好理解 默认呢 Thehancer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多的预设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而且这个选项其实默认是启用的 我们这里可以选择不同的一个预设 当然如果你需要一个更精确的调整 我们可以在这里选择Custom 我们就可以大小啊数量等等都可以进行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在Film Type这里 如果大家选用的是这个 Negative副片的格式的话 那么高光部分的噪点呢 将会比暗部更加多 这个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点 那么我们还是把它调和成一个默认的选项 这里呢我放一些图片来显示不同的颗粒预设 大概是什么样的效果 大家可以按需选用 下面呢我想介绍一个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设置 就是HLA型 HLA型指的是在曝光过墙的地方 以周围暗部过渡的交界处 会产生橙红色光运的现象 一般是由于墙光穿过光线后 又经过防光运层 再次反射回胶片而产生的 而这个反射的光线 首先经过的就是红色乳胶层 然后是绿色和蓝色乳胶层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产生橙红色的光运 这种现象在数码上可以说是看不到的 因此也成了一种胶片独有的美学特征 那么我们就来启用这个选项 可以看到明显的在这种对比度强烈的边缘 有一些红色的光运已经产生了 同样我们可以通过MaskMood来检查一下 到底哪些地方生成了红色的这种光运 生成了这种HLA型 当然除了预设之外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Custom选项来进行一些调整 我们可以开启MaskMood来进行查看 可以看到有很多选项可以设置 这里我们还是使用一个默认的选项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Bloom这个选项 Bloom指的是因为镜头光学缺陷而产生的一种效果 并且这种效果经由多层感光乳激层不断被放大 这会导致光线在对比度高的边界产生散射 边界的亮光会看起来向外扩散并柔化发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与柔胶效果是有很大区别的 柔胶会对整个图片进行柔化 而Bloom只针对对比度高的边界 那么让我们来启用看一下具体效果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在高亮的部分呢 会有一些柔化的感觉 光线呢会开始散运开来 这个时候呢我们也可以通过MaskMood来进行查看 比如这些白色的部分就是产生的Bloom效果 当然我们也可以开启Custom来获得更多的选项 这里呢我们还是把它返回成默认的状态 现在呢让我们来简单提一下VNet功能 这个功能呢其实就是一个按角功能 让我们启用它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按角功能 这里呢我就不再过多介绍了 大家可以自行去体验一下 刚刚我们提到的呢都是一个偏向静态的胶片模拟效果 那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三种在动态视频中能有效的效果 第一个呢就是Film Damage Film Damage呢会在画面中随机增加灰尘毛发刮擦这类效果 当然如果你选择Custom这个选项 也是有非常多的参数可以进行调整的 这里呢我将使用视频来展现一下这个Film Damage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一下具体有什么区别 以及大概是什么样的效果 那么第二个视频相关的效果呢就是Film Brace 这个效果呢是指的胶片电影中因为技术或者媒介本身的原因 导致曝光啊颜色等等 每一帧都会有一些些许的变化 那么在这里呢我将也使用视频展示的方式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GateWave 那么GateWave呢可以模拟胶片在机械设备中播放时 因为机械的原因造成的胶片摆动 体现出来的呢就是胶片可能会有抖动的感觉 那么同样的它也可以选用Custom来获得更多的选项 那么这里呢我还是用动态的视频来展示一下这个设置的效果 除了对画面的调整之外呢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其他功能 一个是这个在Monitor里边的16色尾色分区功能 还有一个呢就是对颜色裁切的显示 那么这里我调整一下它的曝光值 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不过曝的地方它就会有显示了 那么最后呢我还想提到一个非常有用的功能 就是这个LUT Generator 这个功能呢可以让我们导出一个你调整好的颜色的LUT格式 导出的这个LUT文件呢可以把迪汉色的色彩优势 发挥到其他可以支持LUT的场景中使用 比如说我们可以放到监视器或者直播等等软件中使用 不同胶片所呈现出的色彩 源自于大量的研究与开发迭代 每一款胶片的背后都蕴含着独特的色彩科学与理念 在数码占据主导的今天胶片已成为了小众消费品 使用胶片拍摄影片对于一般用户来说更是难以实现 但是我们可以相信每一个胶片的色彩都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财富 而像迪汉色这样的软件会帮助我们 延续胶片时代凝联的美学结晶 让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数码时代再次焕发光彩 那么本期黑道引记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您还喜欢这样的节目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